那他怎么办呢 他对儿子溺爱 现在又对孙子溺爱 弄得儿媳妇 都不敢把孙子交给我们带 怕我们带坏孩子 我早就和他说过 他这教育方式是错的 但他从来没放在心上 就天天跟我吵 连做个家务事也和我吵 我觉得疼爱儿子 疼爱孙子天经第一 我不觉得有错 再说他家务事 十几年都没进步 做成这个样子 不让人说 他永远一副全对的 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很不喜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李先生61岁来自杭州退休 有请李先生 有请 张女士60岁来自杭州退休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三十八年 儿子多大呀 三十六岁 孙子呢 孙子七岁 这小片里说了一堆问题 咱们先从儿孙这件事开始说 我老婆呢 比较固执 固执 然后呢 又很腻爱孩子 所以说我们媳妇啊 不放心让我们带她 我们有的时候 甚至半个月 一个月 都看不到孙子 所以说为这个事情啊 我也挺烦恼 对孙子做了一些什么呀 儿媳妇这么不溫意 她主要是担心我们管不好孙子 好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多好啊 对啊 是他们自己管 媳妇呢 就说现在说起来的全子太太 但是呢 不住在一起嘛 那我们也很想孙子了 对吧 就一个孙子 就好比就是说 偶尔她有事情 让我们带个一天 或者是吃一餐重饭 这时候你 我老婆呢 就要到菜场里去买很多菜 平时我跟她两个人 一般就两到三个菜就够了 但这个时候她要买六七个菜 而且量要很多 她就是这样 很固执 我每次跟她说 你少买一点 小孩子能吃多少 但是她就不听 她说 我媳妇带她的时候 说这样也不可以吃 那样也不好吃 那么她拼命叫孩子吃 那么孩子时间也吃不了多少 对吧 有的时候她吃多了以后 反而感觉好像消化不良 我是对孙子是很宠的 因为毕竟就一个孙子嘛 那她难得来一次 那我也想给她好好地买一点好吃的 多给她多吃一点 一到奶奶家 我看到她又瘦又黑 她又在家里 她妈妈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那奶奶到我家来 我肯定去买好多好吃的 都给她好好补一补 她就说我 你买那么多 干嘛 小孩也吃不多 我说小孩吃 吃不多 吃的剩下来就 扔掉我就扔掉来了 她就是说我 这个人这么固执 所以您的那个心理的委屈 是来自于先生对您的不理解 是这意思吧 是啊 往往事得其反 因为她过于溺爱孙子 所以说 都给吃点嘛 也不是常见嘛 她溺爱还有什么表现啊 然后呢 她喜欢给她买很多零食 是小孩子都喜欢吃零食嘛 但是你要注意 稍微给她买一点 吃吃一试一试就行了 她还给她买很多玩具 那小孩子嘛 她说看了这个喜欢 她要买 所以我们家里啊 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夸张啊 说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地方 都是被我孙子的玩具占领 就这么回事 是这情况 你输了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了 除了这个 在这方面对孙子 先生觉得是属于溺爱之外 还有别的吗 她在教育孙子上面啊 就是说 有的时候不够理智 我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我带孙子 我们一起啊 带孙子坐公交出去玩 那我孙子比较好动 那么脚们会坐那个 给她踢来踢去啊 那么不小心踢到 另外一个小朋友 那么对我来说的话 我应该说 你提到人家 要跟人家道个歉 对吧 对吧 但是当时因为坐到她身边 别人的家长呢 就是朝我们孙子 瞪了一眼 那么他看了就不舒服了 他说你瞪什么瞪 小孩子踢脚们很正常 对吧 他是这种态度 那么我就认为 好像这种方式不太好 对孩子教育也是没帮助 听懂了 行 孙子咱们就说到这吧 说说儿子吧 大概在七八年前吧 因为我们那个天 就是有经济试用房 而且他是无防护 他也摇到了 当时呢 所以向我们买 我当时想要 摇到房子倒挺好的 但是呢 我儿子呢 因为当时我媳妇呢 做全职太太在家里 我儿子一个人工作 相当于就是 我们要补贴他很多 对吧 这时候儿子呢 他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你帮他买这个房子 那我们想 你首付我帮你付了 那么后面的话 要靠你自己努力 去还这个房贷 对吧 那么当时我是反对的 他呢 就是跟儿子你站在那块 一定就说要去买 那么 他那个人也是很自私的 自私啊 因为儿子嘛 在刚刚拆家工作不久嘛 他要结婚以后 有经济试方可以要买 那我说我们给他买吧 因为我帮帮他 是吧 他就是不肯 这么两个人都争吵 他就绝对反对 他说我们这一点钱 要防老的 他说你都给他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 不是 最后结果是什么呀 我们儿子后来烦了 不买不买了 他说 那我本来嘛 我想要付个首付 让他们努力工作 然后让我媳妇也去工作 然后他们把这个房子 买下来 结果后来儿子也生气了 媳妇呢 也不高兴 结果他们说不买了 不买我也说他了 我说你不肯帮他 好像儿子不是你生的 他就 就是钱不肯拿出来 最后不是还一胜利了吗 但是呢 过了这期 应该说也差不多 七八年时间吧 那么我媳妇后来呢 也自己也去工作了 我媳妇是今年买的车 我儿子呢 是去年买的车 然后他们今年又买了商品吧 这个呢 我们不是后来那边拆迁 我换了个地方租 我的装修费还都是我儿子给我出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儿子啊 因为他们靠自己的努力 然后呢 就是业绩还蛮好 听明白了 这要当时按照他妈给他们把房买了 就没今天了 您盛名啊 高瞻远瞩 是这个意思吧 有点这个意思 这是转了一圈 夸了一下自己啊 儿子和孙子就是你们吵架的事啊 对对对 除了为儿子和孙子争取之外 好像我看这个小片里 还被一些什么家务啊 固执啊 也打得不可开交 是吧 家务的话嘛 是这样的 就是平时呢 家务从来不干的 都是我干的 哪哪哪 家务我也做的 但他呢 就比较固执 有的时候我做的时候 他可能感到不满意 不满意 他就老是在指责我 那指责我的话 我后来想 既然我做了 你不满意 那我就不做吧 对吧 所以说我也是抱着 这种消极的态度啊 就是我去商量你去做嘛 你那消极了多少年啊 那应该说很多年 从结婚开始到现在都是吧 那倒没有 前面没有这样 后边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后来就慢慢慢慢皮掉了 那我呢 有的时候会去超市 那有的时候 我会买的一些 比较实惠的 但是他都是不满意 因为他喜欢 在自己旁边的 一个小菜场买菜 但是他很喜欢跑超市 每次跑超市 都买很多很多东西回来 回到家里 我就说他几句 他还要说我嫌烦 跟我吵架 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嘛呢 我吃 吃不吃不了 你自己喜欢吃 他买来了 要叫我 这个怎么烧 这个怎么烧 我说你 那你自己烧 但是就往往为这些 小事情会得正常 你就举个例子吧 我昨天早上吃早餐 我去拿的话 就拿个双份 因为我们两个人吃嘛 对吧 切片面包 我那边去把它 就是烤了一下 拿过来 他说他不要吃 我呢 这边也吃了差不多 本来的话嘛 一人一块 对吧 吃完了就没事了 结果他不要吃 那我想吃自助餐啊 我已经拿过来 烤过了 虽然我没动过啊 但是还回去也不行 我只好把这两片 切片面包 拿到房间去 就是一件小事情 就说明他真的很固执 好 您二位除了在这个 生活里面这个争吵啊 把注意力放在 儿子和孙子身上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吗 出去旅行什么的 有这样的日子吗 你说起了旅行的话 我们去越南去旅游 也就是我们去了一个 就是卖乳胶床垫的 一个购物店 那次我们去旅游呢 我有邻居 然后还有我的 亲朋好友 那个营业员嘛 介绍这个乳胶床垫 是说的是天花乱坠 多少好多少好 然后他躺在上面一试 确实好 这时候他就要买了 那我说买呢 当然我也喜欢 东西是不错 但是价格太贵了 九千九 等于说是一万块钱 那么他在那么多 亲朋好友面前 就说买 那些还有两个 就是喜欢挑事的 对吧 好 你给你老婆买 你别那么详细 怎么怎么怎么 那我这个人挺要面子 在那种情况下呢 硬的头皮 去把卡给刷了 而且他是打包 就是过半个月以后 给我们寄回来的 这不挺好吗 对啊 买了他那个 每天要这个正常 他说我 你这个人在外面 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要买就要买了 我说我要不好 他建造这么好的产品 那么买一个就买一个了 回来以后 他看到电视广告上面 在做 是泰国的 他说 搞活动叫两千多 他说你买了一万了 那相差那么多 他说你 你就 我们亏了很多钱了 他说 那就几乎天天整 整到到最后 他也是很公司的 整到以后我就不理他了 也不饶人的 你这个人 怎么这样的 买买来 那就不要再说了嘛 那他就是要说 你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 到外面去 叫你不要买嘛 你一定要买 回来你看看 亏了那么多钱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了 我不理他 他也不理我 多久啊两个人 一个多月吧 啊 真不说话呀 谁还不说 后来我们儿子回来说了 那妈妈已经买了嘛 你就算了 你不要说我老是烦烦烦 那就 就以后注意点嘛 那本身 我看到广告上面 做这个广告 我心里也不舒服 想想看也是亏了 我怎么那么冲动 后来儿子说完之后呢 儿子说完以后 他后来那那那那就 不急了 又开口讲话 谁先找谁说的话呀 那他他先跟我说 哎呀后来嘛 如家床垫后来买了以后 他也知道是上当了 买贵了 但是他嘴巴上 他是不认账的 他说买了就买了嘛 对吧 你还说了说谁说什么 不然你想整地呢 我想吧就是说我们接受这个教训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多考虑一下 对吧 结果他非得说出来是吧 对他就说考虑什么 他说以后我看到好的 我要买照买 那就这样说了对吧 那我就那怎么办 那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 他反正什么都对的 他反正是大连次主义 装修的时候也要闯下 装修好了以后呢 第一批就说装修好 跟你说是地板没有全部 比如说他装了一半没有了 到后来再拿来 拿来以后装了 拼上去看上去 因为颜色不好嘛 有色差 有色差 色差嘛 我说我们花了钱 你看上去这些色差 那我肯定要装修工事 重新给我们弄一下 他们就是反对 那么当时这个装修工事 还没有拆的时候啊 他跟我们商量 就是说意思说 我装修费还有一个尾款的时候 可以稍微打一点折扣 最好你意思去说 不要踩掉了 对吧 所以您的想法就是打折呗 我当时呢 我感觉以后 那我就跟他说 意思去说算了 就不要重新再反攻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早点入住 对吧 当时他们领导也是认为可以 但是我儿子跟他两个人就是 不行 他说一定要换 结果换了一批花纹 跟以前相比 一点都没有好 他换过以后 不但没有比以前好 反而比以前更不好 对 因为没听您的吗 结果更糟糕吗 对对对 是吧 所以夫人又错了 是吧 但您现在来的目的就是评理 是吧 对对 如果说您美丽 您也认是吧 那我也认 这太有意思了 这可好 你们就看着慢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杭州男人 对 我们家乡人 其实老两口在生活当中经常蒸蒸草草 我认为是件好事情 这就说明你们对家庭对生活还是有激情的 就像你们今天冷转了 想到了爱情保卫转 我认为想的是对 李大哥 你是一个堂堂的男人 你看这个妻子当年 厮手买了这个鲁胶床垫 你耿耿于怀这么多年 而且在家里 今年说明年说 后年还说 你是逼着他赌气啊 他刚才已经讲了 他也认为自己买贵了 买厮手了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作为男人要点到为止 但是张大姐 话说回来有一点 我非常认同李大哥 那就是对儿子的教育和对孙子的教育 就像在公交车上 你这么袒护孙子 这不是爱 这还真是溺爱 我们生活当中你去看 有很多的孩子长大以后 你突然发现 他这种吃苦耐劳啊 自强自力的这种基因 没有了 哪里去了 就是长辈的溺爱当中 消化掉了 我并不说指责你 你爱孩子爱孙子 关键 我们爱 我们要爱的理性 我们要爱的有底线 爱的有规则 所以这一点 我站在你一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波红兄 你在家做家务不 做 哪敢不做 你什么时候在家呀 那你到我家 动不动俄罗斯 动不动就 但回家我就干活 来不来就来录像 你什么时候干活啊 我回家 明天回杭州 一定家里的晚饭是我做的 哦 真的哈 好 谢谢 你以后来尝尝我的手艺 好好好 没法吃点糊的 来来来 香蓝老师 李先生 张女士你们好啊 哎呀 大哥 您真英明啊 您所有的决策都是对的 是吧 惭愧 然后如果要是没有了您的话 这儿子也没有今天 孙子也没有今天 儿子的成功和孙子的成长 都离不开您 所以这个家里面大大小小 从上到下 全是您一把好手 是吧 那没有 你看 就要这么夸他 你看他喜笑言开的 可开心了 其实能看得出来 你们来到这个节目 然后说的这个 所有都是家庭的琐事 但正是因为 这些家庭的琐事 能看得出来 家庭是和睦的 是幸福的 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家每户 打开窗户你去听 他们都会在为这些琐事争吵 而琐事争吵的背后 是什么 其实是 这个人在家里面 全力地位的一个争夺 但其实过了大半辈子了 大哥 您在家的地位什么样 您自己不知道吗 什么事不都是依着您 顺着您的吗 所以干嘛还在这种小事上 斤斤计较呢 是不是 咱们到了这个年纪了 不就是为了彼此都能活得舒心和开心吗 对 如果要在这个家里面非要争个对错 非要论个长短的话 弄得大家彼此都不好看 都不好受 是 妻子是什么呀 妻子是家庭情绪的风向标 您让他开心了 整个家就开心了 什么你爱孙子呀 惯着儿子 都到这个时候了 能怎么着 再说您也说了 这孙子一周就来 一个月就来这么一次 就惯这么一天 她是什么 她是为了讨孙子开心 对不对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许总 刚才两位老师都在说大哥是吧 大姐 我得说说您了 老这么溺爱可不行啊 是吧 溺爱孙子 溺爱儿子 我最要说的是 不能溺爱这老公啊 这老公可一贯性正确 这全是你溺爱出来的 还指责你固执 你想想看啊 几件事 买房的事 他正确了 对不对 孙子的事 他正确 对吧 就是你这38年的溺爱 造成了 刚才余波红老师说了 被溺爱的人会怎么样啊 你不让我做菜做家务 我自此再也不做了 是不是 我想吃什么 买回来必须给我做 还有不懂得心疼人 对不对 你这么累 是吧 因为自己有点什么事 好像是正确了 对吧 不依不饶 一件事吵一个多月 还冷战 还叫你来保卫战 爱情保卫战 你就来了 你怎么这么溺爱这老公呢 都说不要再这么溺爱老公了 接下来 大哥跟你说两句 溺爱了你38年了 是不是 你得懂得感恩啊 人家一直让着你 你还说人家固执 我觉得最固执的就是你 太自以为是了 你以为你所有的事都正确吗 肯定不是 如果没有他的包容 如果没有他对你的爱 你能这么体面地站在这吗 但凡什么事啊 难得糊涂一下 好不好 给人家一些地位 给人家一些尊严 好不好 多让人家 大哥是值得让很多男性 引以为戒的 明白明白 回去做做菜 做做家务 好不好 好的 你最近这挑不利剑的功夫 越来越强了 没有我这看不惯呢 这小马屁拍的 明明被宠爱 对吧 然后还说人家不是 你看人大姐那脸色了吗 看了吗 知道说什么的吗 说什么呢 这只有我能说 你能说吗 凭什么你说我们家这个 你看在那儿 又溺爱吧 不是还在那儿那个 又溺爱 你们家谁做主啊 来我们听听 图老师怎么说 来图老师 老李的确不厚道 光彩的事全是你对 动手的事全是人应该干 结果还不落好 你以为你的儿子 迄今为止 他还算是自立自强的一儿子 真的是因为你教导的对吗 在家庭生活当中 有两种教育 一种是嘴上的理论教育 一种是身体力行的教育 如果你去问你的孙子 问你的儿子 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谁付出的最多 他们一定会说 是奶奶和妈妈 他行为举止上是惯 但他在家庭里面 一如既往的劳动和勤勤恳恳 是身体力行的 给儿子和孙子一种影响 你除了嘴巴上有点能耐之外 你在家里面 这孙子和儿子 看见你劳动什么了吗 你只会动嘴 人家动的是手 所以我还有一点说 你为什么不厚道 按道理来说 你应该更多地 在孙子和儿子面前说 母亲不容易 你应该更多地 在他们面前梳理 他良好的形象 而不是一昧地 在孙子和儿子面前说 你看如果当初 你要是听了你妈的 不听我这当爹的 你这辈子就毁了 你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父母在孩子面前 要跟孩子说对方的好 这样的话 他才能感觉到 我们彼此之间的互信互爱 而你所表现出来 总是妈妈永远是错的 奶奶永远是错的 是无知的 但是当孩子长大之后 孩子会认识到 你的这种自私的 刚才曲尾说的没错 也是我想说的 其实他这些年来 最惯的就是你 这也是中国女性的 伟大和悲哀 伟大就是勤勤恳恳地付出 悲哀就是因为 付出不计成本 结果到头来 一点都不落好 所以你在会儿 在六十秒的时候 你能不能多夸夸她 谁还没有一点错 你这些年来光动嘴 不动手的 你能不能给她 一点赞美 好 别好事都让你给占尽了 好吗 好的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来对了吧 是 来对了吧 来错了 没想到 这没有什么对错 就是 大家换了一个维度和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得出来的结论 是不太一样的 您得变了 别让老师们白说你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通过这次的 爱情保护赞的 我感悟很多 老婆 以后我在家里 肯定会 对您会更好 然后 家务的话 我包了 你看我刚才的态度 你能接受吗 那能接受 来 我包 过来 但是我们 从没胜过真爱 到现在 不敢期待 你 仰致命的记 这还不抱一下 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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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各位 我们一起见证 这对老夫妻的幸福事实 各位 请见证 来 来 来 你看 这送给您啊 这是您用的 别给他用啊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请回 好 过去老说要祝人家幸福 今天这个词你都说不出口 原本就是一对幸福夫妻 只是像我们 在这个舞台上还原理一下 现实生活当中 最真实的幸福是怎样的 有争吵 有气欲 有互不理解 但是并不影响 他们在理解之后的风云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京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在一起六年多了 上周还去他那儿 然后一起回老家 他答应说回老家以后会订婚 可他突然又说不爱我了 这几年更多的是感动 但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好 带着我见他关系好的研究生同学 同门一起吃饭 给别人介绍我是他的女朋友 那天听完他说不爱我 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删了 这几天过得很不好 我该怎么试 也许你的感觉是对的 这几年在一起更多的只是感动 而不是爱 如果在一起六年能够说不爱就不爱 你应该庆幸这段感情 以失败告终 你逃过了一劫 祝你幸福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呢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